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很见者伤心 闻者流泪的伦常惨剧 怀疑有一个长期精神病患的单亲母亲 勒杀了23岁的儿子 当然案件还在调查 但是看到其实精神健康在香港是很重要的 这些案件其实经常都有的 不过很快我们又淡忘了 所以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大件事 说回精神健康服务 在香港来说 其实远远比我们邻近的 例如现在被认为精神健康服务最好的地方 澳洲 其实经济差不多 GDP大家的人均收入差不多 但是我们离开人家真的很远 为什么这么说呢 无论在硬件 软件方面 我们都是相差很远的 简单来说说软件先 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就是 一个精神科医生 对一万个市民 那我们现在香港是怎样的情形呢 香港我们有大概400个精神科的专科医生 但是我们的人口有700多万 加上流动人口可能800万 那就是一对2万 那就是少了一半 那还没有算到 其实现在这400位的精神科医生之中 有180多位出来挂牌 就是200多位政府 那一算上来可能一对3万 那就是个个比例就差很远 那再看看精神科的注册护士呢 我们比澳洲少了一半 那第三个看 有些比较严重的病 要有些所谓个案经理的跟进 那在澳洲来说 一个个案经理都是对12到20个病人而已 但是香港多少?你知道吗? 起码一对50 所以大家看到差很远了 那你软件差很远 那硬件怎样呢? 硬件就是说银子、说金 那我们在香港 投放在精神健康服务的 钱呢? 的资源呢? 大概是澳洲的三分一至四分一左右 那你看一下 大家都这么想要有钱而已 但是人家多花几倍钱下去 但是澳洲花这么多钱 他们仍然觉得自己不行 最近还有很多的 就是他们的项目出来说 要做多些功夫 要减低歧视 将精神病人投入社会 增加生产力、劳动力 你看看 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做过 四个字 固步自封 好像自己很行 其实都说了很久 我们这个精神健康服务有什么大问题呢? 其实基本上有几个大问题 一 就是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精神健康的政策 例如我们哪个时候呢? 很简单 刚才说 我们现在一对两万的 一个精神科医生 对两万个病人 两万个普通市民的 那我们也有个计划的 家医生 比如我五年 一个对万五 或者十年后一个对万二 都有个所谓我们叫做 路线蓝图 如果我们没有的 你有什么想做 就是见招拆招 你不够人吗? 我给点钱 加点 但是这个短暂性的 一次的撥款 不是一个长远的东西来的 还有一个东西 香港和一些先进的 国家的精神健康服务有什么大不同呢? 就是说 例如先进的表示 比如澳洲最好 美国 纽西兰 加拿大 他们有一个什么特别的 就是叫做 Mental Health Commission 中文译做 就叫做精神健康局 或者谷太可怕了 太大了 精神健康公署 他是负责统筹 所有精神科服务的 钱 政府的所谓预算 直接是给这个局 他分发去请医生 请护士 请其他的精神健康的团队 去帮精神病人的 但香港不是的 香港的钱是 放到食卫局 食卫局 再放到医管局 医管局 再放到精神健康服务 大家要欠我 精神健康 一直都不够 其他货欠的 其实欠了 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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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了多少资源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在一月份的时候 在瑞士大育斯 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说了 焦雷症已经超越抑鬱症 为什么说这个呢 因为抑鬱症在2000年 一时世卫 就说明当年 他是第四位 在2020 即现在不够十个月 就会跳升到第二位 抑鬱症也第二位 焦雷症更多 抑鬱症 加上 你问不是很多 都没计其他重症 焦雷症、抑鬱症 都是属于轻症 所谓CMD CMD 还有思考失调、躁鬱症 认知障碍症 加上 肯定是人类第一杀手 精神科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放多些资源 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没有一个很好的政策 或者一个统筹的机构 我们永远都是一路一路退 只会越来越差 这些伦常惨剧 一路一路会发生 还有很多就算不是惨剧 很多家庭、很多病人都被困 在病人里面做不到事 是对社会很大的损耗 再重复一次 达旭司的论坛说了 这个焦雷症一年耗费 全世界是16万亿的美元 大家知道这个耗费多大 香港应该引以为监 早点定立好一点的精神健康服务 今天讲到这麽多了 下次再见 拜拜